你好,我是Stephanie,一名药剂师 我将向你展示如何使用或服用酵酸钢油 酵酸钢油可分为舌下含化片和口腔喷雾剂 两者都可用于缓解心脚痛或者预防心脚痛发作 例如,由运动引起的心脚痛 使用酵酸钢油舌下含片的步骤如下 当你感到胸口疼痛时,将药片放在舌下 避免直接吞咽药片 5分钟后,若疼痛未缓解,请使用第二个药片 如果服用了2-3片药后,仍然感觉疼痛 请立刻呼叫救护车 在等待救护车的同时,如果疼痛持续 每隔5分钟将一片药片放在舌下 使用GTM口腔喷雾剂的步骤如下 在首次使用该喷雾剂前,请将喷雾剂在空中喷洒几次 直至产生细小的液体物 如果你不经常使用你的GTM口腔喷雾剂 请定期检查该喷雾剂,以确保其仍然正常操作 首先,取下盖子,避免摇晃药瓶 将药瓶直立并将其靠近你的嘴巴 然后将喷嘴指向舌下去 按下瓶上的按钮以释放剂量 松开按钮同时闭起嘴巴 避免立即将药物吞咽 也不要通过鼻子吸入喷雾 当你感到胸口疼痛或呼吸困难时 将喷雾剂放舌下喷一次 5分钟后,若疼痛没有缓解 往舌下再喷一次 若你已经往舌下喷2-3次 但仍然感到疼痛 请立即呼叫救护车 避免在民国或火园附近使用GTM喷雾剂 例如点燃的香烟 有关使用其他医疗用具的更多提示 请观看其他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